哈囉,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在手機上簡單的做出Minecraft模組 今天我們要做簡單的目標 就是做出一把攻擊力很強的墊 以及眼前這隻三個頭的殭屍怪物 首先我們到Google Play 搜尋Minecraft Add&Create 然後我們就下來這個App 下來這個App之後我們可以按開啟 按開啟之後我們會看到它的介面是英文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Aden 不過在那之前我先介紹一下介面 首先我們按一下左上角這個三個棒棒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選單 然後在這個Language的部分 下面有中文的學校 不過由於現在這個App的中文翻譯不太好 所以這次的教學裡面我不會使用中文來進行教學 我會使用英文,這樣的話會看比較清楚 然後我們按下加號就可以開始製作Aden 你會看到琳瑯滿部的列表 Aden就是讓你可以從遊戲中的原本生物進行修改 那麼我們按一下右上角可以篩選一下我們要找到東西 而我們今天首先要做的就是 我們先做一隻殭屍出來 所以我們點選Official 然後我們往下滑到 往下滑找到原版殭屍的模型 然後在此我們就可以開始制定它的選項了 我們會看到每個生物都有很長一串的列表 可以自己設定它的屬性 首先我們要設定的是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把它註冊成一個新的生物 也就是說它會有自己的生怪蛋 就是從原版的殭屍進行修改 然後我們給它取個名字 我們把它取名叫Alpha Zombie 這個名字可以取中文 然後按旁邊這個調色盤的圖示 你可以給它加上顏色 然後再來是它的ID ID就是在使用指令召喚的時候要用的名字 那麼我們把它的ID改成Alpha Zombie 它的ID前面必須要有這個PA 還有一個帽號 這個不可以改掉 然後後面就隨便擬取 接著我們來設定它的皮膚 這個城市有內建很多皮膚 你也可以花錢買 不過我們這裡就使用網路上下載來的 這個染血的皮膚 接著我們來設定它的生怪蛋 A格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使用內建的預設圖片 那我們就使用原本的 然後我們把它稍微畫一下 點選這裡 加幾個點點來表示 這是特殊的殭屍生怪蛋 然後按右上角儲存 接著很多東西可以自己自由設定 如果你按中文選項的話 這些設定都有翻譯 只是我覺得那個翻譯有點翻不不到位 所以我這裡才用英文解釋 那我們可以繼續自訂 比方說我可以給它像這個 我可以給它打死就掉500的經驗 然後血量我們把它設成2倍50 然後移動速度我們把它設成0.5 再來我們把它的尺寸就是 1的話就是預設的跟人形一樣大小的尺寸 我們把它設成5倍 然後在BOSS的選項打勾 就會在螢幕上顯示協調 接著我們再往下滑 我們把殭屍原本的會在太陽下燃燒的屬性關掉 我們還可以設定它是防火 還可以給它設定交易 不過我們目前用不到 再來我們來設定這個Attack 它的攻擊力 我們把它攻擊力設為10個 然後這個是近戰的攻擊力 我們把它也設成10 接著是它最後的Behaviour 就它其他的行為 我們可以給它設定 它不會有掉落傷害 最後一個 然後會跳著攻擊目標 像狼一樣 在儲存之前我們還有一件事要做 我們要編輯它的模型 剛才看到我們的殭屍是三個頭的 所以我們在Model Editor這邊按一下Change 然後再來會載入它的基本模型 就長這樣 然後我們找到頭的部分 這裡我們按一下這個Cube 然後按一下加號 然後複製一個新的頭出來 OK 然後在這個Head的部分 我們再複製一顆新的頭 然後我們把它往旁邊移一下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三個頭了 然後我們再按右上角儲存 就按儲存 這個Attack Creator 它每個生物的要求就是 你至少要給它做個生怪蛋 並且要有名字或皮膚 這樣我們殭屍的部分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一把攻擊力很強的劍 我們再按一次加號 在這邊找到一個Weapon的選項 就是武器 然後Weapon的選項 我們同樣給它一個名字 同樣它的名字前面PA這個冒號不要動 然後我們在後面加上它的名字 我們就取名叫Super Sword 然後再來是會在背包裡面顯示的名字 我們就把它大寫叫做Super Sword 然後威娜看起來煞氣一點 我們給它用藍色的 我們把它給它用藍色的 接著材質的話 我們就直接使用預設的 然後我們再稍微編輯一下 我們在上面畫幾滴 紅色點點代表就是一把特別的劍 然後儲存 接著的話我們還可以給物品設定它的效果 就是這個Effect 這也都是藥水的效果 不過這也先不使用 再來 往下滑 這個Folio選項 我們把它打勾 就可以讓它有附魔的 閃閃發亮的效果 然後再來攻擊力 預設是1000 然後它上限是可以設到9999 不過我們不用設那麼高 我們就大概設20就好了 接著我們要給它做個合成表 這個Aden Critter 它一定要要求你的物品一定要有合成表 那我們的合成表就不要太貴 我們合成表就使用 兩顆鑽石磚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最後我們來設定一下殭屍的戰利品 當我們回到主介面之後 我們按一下旁邊這個 然後我們到這個Drop Manager 然後在這裡我們按下加號 製作一個新的掉落列表 也就是說 怪物死亡會掉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按一下 Group Intent Drop 接下來我們按下加號 也就是說 我們來給它添加 它死亡會掉的戰利品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再按儲存 接著我們回到這個殭屍的介面 我們到這個root 就是它的戰利品這邊 然後把我們剛才做的這個掉落列表加進去 這樣它就會死亡就會掉落鑽石 然後按打勾 然後按儲存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兩個物品 最後我們要匯出我們的Aden 請按一下右上角的Export 然後再來我們輸入我們Aden的名字 我們就把它叫Alpha Zombie 這個名字可以打中文可以 然後再來名字 作者的名字我們就寫我們自己 好 然後再來是Aden的說明 OK 接下來下面這兩個選項 可以打勾 就是說 要提醒玩家 必須要同時啟用行為包和資源包 在儲存之前 我們按一下這個 左上角這個Change 我們把Aden的那個包的圖片 換成殭屍的頭 這樣比較好辨認哪個是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再按OK 按下OK之後 我們按第一個 Import to Micron remembrance 當兩個去 too 跳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我們的世界來 啟用我們的Aden 好 再看完我們兩個都啟用了之後 我們按一下Play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背包找到我們剛才做的生怪彈 就是這個 然後再來如果我們要拿出我們手上這把劍的話 我們就使用gib的指令 使用gib的指令把剛才我們說的那個 TA開頭的那一串文字打下來 然後我們就打SUPER SWORD 然後我們就獲得我們剛才做好的武器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他的目前是閃閃發亮 然後在我們眼前也有這一隻Alpha Zombie 他有三個頭 並且顯得大隻 的確在他死亡之後我們獲得大量的經驗值 並且我們還得到了他的掉落物 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簡單的做出一個ADAM 不過如果我們要分享我們自己做的ADAM給別人玩要怎麼做呢 打開你的檔案瀏覽器 我們在GANS這個資料夾會看到一個ADAMMAKER 然後點進去會看到 在匯出後我們會看到我們做好的這個ADAM 然後如果他們要安裝的時候 只要點一下 然後點選使用Minecraft開啟 就會像剛才那樣子自行匯入了 今天的教學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各位觀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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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